觀眾朋友 你好 真正是讓作寫天寫地感謝俄羅族 怕你沒跳電 怕你我們大家都有電 不理過在中油跟巨路還在互踢皮球到底誰該為前天那場大斷電去負責任的時候 今天我們來關心別的其實也很重要的議題 根深人 一步踏錯是不是一輩子都要付出慘痛的代價 一時做錯 當然他要付出自己的代價 可是當他服刑其滿 代價付完 之後 要重返社會 為什麼對社會而言 對這些根深人曾經做錯事的人呢 會覺得說 你這些以前在刺激的人 你真正是真心在悔慨嗎 這個時候根深人呢 不管是說要重回他自己的家庭 要重新找一份工作 重新這個社會融合在一起的時候 遇到非常多的困難 今天有話好說呢 用很不一樣的方式 不管是透過音樂 透過聊天 來談一談 根深人 他在出獄之後呢 到底遇到什麼困境 這個時候社會該怎麼樣去考驗他們 去接受他們 而政府跟民間 以及根深人自己 又該用什麼樣的態度 一開始 我們這個節目是live的啦 所以對表演者來講 這壓力很大 很大 我們把時間交給一群當時他們做了錯事 因為年輕氣盛 一直做了錯事之後呢 他們服刑其滿 然後現在組成一個叫做大改樂團 要痛改前非 要大改啦 我們先來歡迎 大改樂團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來自桃園少年之家的大改樂團 其實我們在台上 我們這些人都是更深人 但是因著社會的愛 我們改變 所以我們成立了大改樂團 大大的改變 我們希望能夠讓這社會變得更美好 我們帶來微光中的盼望 來自桃園少年之家的大改樂團 受過了許多危機 經過了多少逃避 卻還是一樣任性 甚至變得更叛逆 作變了高山低谷 踏遍了多少荒蕪 卻依然覺得無阻 踏遍了多少荒蕪 卻依然覺得無阻 你是在人海的迷雾 我還站在原地 等待未落的奇跡 等待未落的奇跡 未落的奇跡 卻仍然覺得無阻 卻仍然覺得無阻 但未落的奇跡 啊 會在人海的一心 cave 會被我插了大改樂圈 雙巍 雙巍 請問 這個是大改樂團為我們帶來 這個叫微光中的盼望 其實這做Live 演唱很不簡單 我很想把我當上旁邊的蝦子 那隻狐情拿出來跟你們拼 我們來介紹現場 還有其他非常重要的來賓 某個程度 其實也可以代表說 當他們為什麼當時會犯錯 犯了錯之後呢 又該如何重新跟這個社會融合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當然我們之前也邀請過他來這個節目 不過他是來談老人就業 今天恢復他最重要的身份 我們來談是 結安企業社的負責人陳馨瑜 陳老闆你好 大家好 我叫陳馨瑜 上次沒有好好介紹您 因為其實我們談的是老人就業的問題 就不好意思 你是四海幫的老大 唐主 過去是 因為殺了兩個人 然後服刑了三十幾年 前後 前後做了三十幾年的牢 那現在成立一個是那個資源回收 然後你的員工有非常多的更生人 對 將近有四十多個 叫五十個左右 不會很麻煩嗎 在管理上 事實上更生人本來就是一個很麻煩的人 不麻煩就不叫更生人 但是呢 回到社會以後呢 我們重新開始檢視自己 很好的一個就是社會給了我們的很多的機會 社會給了我們機會就是說 不管家人也好 朋友也好 不認識的也好 包括現在我們蔡主任坐在這邊 他說他給我們機會 但是這邊有一個問題 我們走著這一路走得很辛苦 以我來講 我一百零二年八月四六號回來 到今天目前為止剛好四年 你知道這四年走的嗎 走得好辛苦 我每天六點起來 到現在目前我剛才來錄影之前 來這邊上節目還在工作 因為你比別人痛苦 比別人難做 就是因為你是更生人 人家對你的質疑 人家對你的懷疑 從不間斷過 就算你已經當到負責任 對 也不行 很簡單的 我們沒有錢 做任何生意 我們必須要有錢 今天跟朋友也好 跟親戚也好 跟任何人 你借我十萬塊 五萬塊 你別鬧了 鬼要借你啊 你沒材料不要做嘛 你做那樣工作要做什麼 可是我們心裡很難過 難過的是什麼 你沒有錢的時候 你必須接受他們 給你這些的懷疑 陳大哥 這個等一下 我們再來好好談 跟生人遇到社會的一些歧視的問題 可是談談自己的心境 說實在你曾經是 至少是呼風喚雨 說實在 當到堂主 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以前回到一個島 可能就是幾百萬 應該到幾百萬 可以進帳的 可是你現在要去做資源回收 然後要讓全身弄得髒兮兮 早上六點出門 晚上十點多 還不一定回得到家 你心態上調適的過來嗎 你必須要調適 因為你只會做這個 你做而做那麼久 你最基本的那些電子 電腦你都不會 那你能會什麼 就會勞務 這個勞務的過程 就靠勞力賺錢的東西 你就必須要接受 否則你能做什麼 辦公室 我們坐不住 你也不會拿筆 電腦你也不會 那你能怎麼樣 從小就業 那是不可能 因為你要改變 改變就是說 對家人也好 對陳昕 對我們失望的人也好 有所交代 那我覺得 可是改變的過程很辛苦 因為人家都在質疑 包括此刻都在發言 你是真的假的 我們這兩天在找資料 還發現哇塞 這個陳昕瑜還真不簡單 什麼意思 還有一首歌是為他寫的 Only You 那個很有名的台語歌手 不過他其實不是為你寫的 不是 是為你太太寫的 就是他在關了這三十幾年的期間 他太太每個禮拜 應該是從臺北坐高鐵到臺南監獄 那邊其實臺南叫沙倫 所以有一首歌叫做 練練沙倫戰 待會我們再來談談陳大哥的故事 自己走過 自己遇到很多的痛苦 所以他願意給這些更生人 更多的機會 我們來歡迎是他的員工 結安企業社的同仁 戴承恩 承恩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不好意思啦 就是我剛剛用Google Google的戴承恩 我不確定那個人是你 十年前在基隆 有一個人 然後拿著好像是兩枚手榴彈 然後拿著槍 抵著一個婦人 然後去對他搶劫 那個人不會剛好就是你吧 是的 是我 沒錯 你為什麼那時候會做這種事 當時大概失去理智吧 因為當時的我其實面臨的狀況 包括家庭經濟感情 同一時間就是 同一個時間點發生一些狀況 讓我就是失去理智 然後喝酒嘛 你就知道是喝酒酒醉之後總是會 因為那時候年輕會搞東搞西 身上沒錢之後就會胡思亂想去做一些壞事 你還為你連手油彈都有 因為當時平常新郎 當時在外面也有再跟人家婚 我們自然會有一些管道 對 你是服刑多久 我前後服刑了將近快十五年 十五年 然後出來之後就到陳大哥的 所以應該也好幾年了吧 在他那邊 去年十一月到現在 但你之前在混的那些弟兄 然後聽到你出獄 不會很開心 然後大家在一起過從前的日子嗎 老實說我這次回來之後 因為十幾年嘛 想跳脫以前的生活 我甚至現在不論在通訊軟體 或者甚至在路上遇到以前的朋友 我都會很坦白跟 就是也不是很坦白 我就會直接說你認錯人 我不是那個人 因為我想跳脫以前的環境 所以我寧願說 也許他們會覺得說我很無情 但是我不對他們無情 我對我的家人沒辦法交代 所以你也是為了你的家人 必須痛改前非 對 陳老闆的工作是你出獄後的第一份工作 正式開始做的第一份工作 之前你找工作會遇到什麼問題 其實就是因為跟生人這一塊嘛 找工作大家也是 因為我的想法剛好跟我們老闆一樣 我告訴自己說這次回來 我要重新開始 即使我有工作 甚至以後我結婚 或者先不講結婚 交女朋友還是跟認識新的朋友 我不會去騙他們說 我曾經在裡面關過那麼長歲月 的這一塊 因為有些事情你現在隱瞞了 如果以後謊言被戳破的時候 反而會更加難看 而且你一定要自己願意面對 正視自己的過去 你才有可能痛改前非 才能當作警惕吧 我們來歡迎第三位特別來賓 其實他也是很特別 現在看起來其實還蠻年輕 不過他在這個單位 已經做了十九年 這個單位也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看起來應該也會是最後一份工作 我們歡迎是臺灣更生保護費 保護會 不好意思 不是保護費啦 保護會 基隆分會的主任 蔡宜芳 蔡小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蔡宜芳 更生會是你第一份工作 是我第一份工作 做了快二十年了 對 快二十年 為什麼你就是 不好意思 都要跟這些牛鬼蛇神在一起 然後你幹了十九年 對 其實我覺得是一般人對更生人不認識 可是當你認識他之後 你會發現說 他們比一般的正常人 還要好相處 然後其實在個性上 脾氣上更豪爽 那其實很多認識 我們更生保護會的朋友 最後都是跟我們保持著良好的關係 密切的關係 像朋友一般的互動 對 就是變成交了一輩子的朋友 對 我們來歡迎第四位聊賓 剛剛也是bass手 但是他是團長 我們來歡迎大改樂團 大改就是要痛改前飛 團長 吳盛凱 盛凱你好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盛凱 我同事都說你們其實長得很帥 你是泰雅族 是 泰雅族 你做什麼事 搶劫 搶劫 窃盜都有 對啊 很年輕的時候 大概在我國小 國中的時候 小學你就做了這種事 對啊 然後你也關了很久 可是你那時候 你應該是還未成年 對啊 就到少年監獄 就關幾個月 少監 關幾個月 對對對 你現在是在基督教 剛剛我們張老師那邊做輔導員 是 在桃園少年之家擔任的正式生活輔導員 之前有找過其他的工作嗎 之前 有啦 我之前是有做過便利商店 對啊 對啊 其實那時候就是 大家都會對我們更生少年有刻板影響 因為那時候在做便利商店的時候 其實 因為我自己也是 之前就是有一些竊盜什麼的 老闆當然都會有一些 就是會反 反放我們這樣子 對啊 對啊 所以那時候做的也沒有很久 就是 防範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當你自己人在整貨的時候 他會在同樣 結帳什麼的 最重要是錢 對啊 收支的話 到我的班都會算得很精明 有少的會跟我就是從薪水裡面扣 所以對你來講 這就是歧視 對不對 我不覺得是歧視 我也覺得就是 他們這樣做也有他們的關係 但是我就覺得我做好我自己就好了 OK 我們來看看 更生人當他做了措施 當然要付出他自己的代價 可是服刑期滿之後 如果他沒有辦法重新找到一份工作 沒有辦法重新回到他的家庭 融入這個社會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事實發生 再反率 居高不下 我們來看看為什麼社會對於更生人 接受度這麼低 更生人重回社會困難 別說一般人不容易接受 家人也不一定接納 甚至有家歸不得 第一步要找到一份工作養活自己 因為我們在裡面就有接受 偵採活動什麼嘛 我並沒有感受到說 真的有幫我們規劃到說 我們想要做的工作 並沒有說針對說我們原本有的一技之長 好的技藝 好的學習 大部分像累犯或毒品犯 這些比較進進出出的 他們沒有條件可以去學 因為我們政府規定出來 他挑選滿嚴格的 烘焙啊 汽車修理啊 甚至那個 成衣製作 這種是對未來出來銜接工作其實有幫助的 但是能進去這些單位的人 並不是很多 監索內的職業訓練 難以銜接職場需求 為了提供壽行人提早適應社會 法務部今年六月開放 讓一年內假釋其滿 即將出監的壽行人 白天外出工作 晚上回監索服刑 預計今年外出工作的壽行人人數將達一百人以上 最大差異是可以出來外面工作這樣子 未來的工作也可以順利銜接這樣子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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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的話啦 假設出去的話 有機會搞不好我會留在這邊 復歸社會及家庭需要準備措施 資改國事會議決議設立更生人中途之家 積極建立家庭支持系統 臺灣更生保護協會協助推動家庭支持方案 但協會人力不足 反家機制委外 有意承接的民間團體與社福機構數量不多 每年只能輔導頂多五百個更生人家庭 在找這樣的宗教團體 對我們是非常大的一個困難 我們南部像我們最近 我們法務部一直希望我們能夠 多開拓一些安置處所 可是就是有這樣的地方 沒有人來經營 近五年 每年平均有三萬五千 名受刑人出獄 如何安置追蹤 協助復歸與自立 需要政府和民間一起幫忙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陳老闆其實 如果我們看這個數據就是說 也難怪大家心理上就會覺得毛毛的 要請一個更生人來當員工 毛毛的 怎麼毛呢 我們來看看這是法務部的資料 監獄載監受刑人 因為我們沒有找到真正有所謂的那個 有學術價值的那一種再犯率的研究 那應該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所以我們來看這個資料 現在在關在監獄裡面的受刑人 他以前有沒有犯罪紀錄 你某種程度可以理解說再犯的這個嚴重性 從九十六年一直到一百零六年 包括說這麼大的比例 這個我們看到藍色的部分是累犯 累犯就是說再一次犯罪 再犯是再一次犯罪 這是紅色的 累犯是說你服刑期滿 你都抓去關了 關了出來 不管是假釋或是期滿之後出來 你再犯罪 總之這都是再犯 如果我們看一百零六年 這個在服刑的人有八成三是之前 他有犯罪紀錄 所以他想說這件事件要批刑 你怎麼看這個數據 這不是數據問題 這本論問題 就在座三位 除了差異 價值觀的問題 一個人對一件事情的價值觀 如果有偏差 這個犯罪率一定增加了 這必然 為什麼價值觀呢 因為你對現狀的工作不滿意 我出門要開車子 我出門要坐計程車 我租房子三千塊不行 我一定要一萬五 租家裡不習慣 我要租外面 怎麼看他沒錢 這是先不要管說政府單位 也沒有投入這個問題 先從更新的自己攢機 你能不能很安分的 很 自己願意放下身段 去接受 陳恒就在這邊 他一個月兩萬五千塊錢 去年四一月來這邊 我就兩萬五千塊 我就告訴 兩萬五千塊錢 我們以勞工的基本 那個那個薪資來做 也多了五千塊 對 那得好 你知道他現在嗎 現在有生啊 現在生了三萬五千塊 三萬七千塊 三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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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這一年裡面 他去買了車子 他自己租一間房子 九千塊一萬二十左右 還可以照顧爸爸 他每一個月 外帶加班大概在四萬五 三下左右 很努力在做 是 那他為什麼可以改 這價值觀的品質 價值觀的問題 價值觀是所有的一切的核心的價值 那如果政府單位包括根保 你再努力的輔導 再努力的 跟他改變 也改變不了 如果一個價值觀偏差 你怎麼改都改不了 事實上是這樣 再加上現在毒品泛濫 你怎麼可能 神仙也救不活嘛 不就是這樣子 重點是在我們本人 本身能不能改變 這是事實 然後改變的過程之中 有相關單位在輔導 給我們機會 我們才能循勤間前進 可是這是兩個矛盾的概念 我們都說 當時年輕氣盛一步踏錯 就是會真心悔改 然後再來我們是說 其實在受刑期間 那是一個叫做矯正的教育 理論上服刑期滿 他就應該要悔改 可是有一句成語叫做 本性難改 江山易宜 但是我請教一下主任 不太可能說 一百個被抓進去關的八十三個 之前都有犯罪紀錄 那很顯然是某個結構性上 出了一個嚴重的問題 那會是什麼 怎麼會是說 真心悔改的是少數中的一些人 其實我覺得 這可能要依據他的犯罪類型來看 我覺得目前呢 累在犯這麼高 大概是 就是就我們基隆這邊的了解 目前我們的更生人 再犯率的排行 就是第一個是毒品犯居多 再來就是公共危險酒駕 再來就是竊導 那說像主持人所指的 累在犯這麼高 大部分都是因為 毒品案件的關係 是 是 所以因為毒品 其實是很難戒除的 所以他的進進出出 是非常頻繁跟正常的 承認你之前有接觸毒品嗎 有 但你是如何擺脫那一段 其實說坦白的 要戒掉毒品很簡單 進去關就戒掉 進去關 身體的癮啦 身體的癮 進去關 你看不到自然就戒掉 毒品我覺得最最大最困難的點是 關出來 你心理心理上那個你的環境 你的朋友 還有家庭也有 有這樣蠻大的因素 我聽說啦 還蠻多淹毒犯抓進去關之後 福星期滿 出來在那個監獄外面等他 開著車等他的 不是爸爸媽媽不是家人 不是朋友不是兄弟 是要頭 所以一出來哇生意又來了 就把客人帶走了這樣子 所以你們遇到的環境是這樣 很多都是這樣 那沒有辦法抽離出那個環境嗎 那個困難會是什麼 其實應該應該這麼講 像我像我本身我以前 我也是吸食毒品算 吸食的蠻 就是人家說已經走症了 甚至家庭關係 朋友什麼都因為我吸食毒品了 就是已經大家對我 看到我就想看到鬼 但是後來經過一些 我這一趟在裡面 經過這十幾年 我開始覺得說我的人生 不應該再這樣下去的時候 我就每天提醒自己 我說我要怎麼去擺脫以前那種環境 我要怎麼過一點平凡人的生活 我覺得第一個最重要的 對於我個人而言 我擺脫以前的環境 不要再跟以前認識的人來往 是 即使碰到了 如果我們很不下心來 我們盡量疏遠 這是蠻重要的一步 因為我們今天在我們 我們以前碰毒品的人 我們現在沒有看到這些東西 我們心裡面不會想 身體上不會有反應 但是萬一我們周遭有一個兩個朋友 我們知道他現在有在碰 也許我們現在沒有 但是我們都有在來往 當有一天我心情不好 我碰到一些失意的失智 我就想到他 是不是再吸兩口 大部分淹毒犯再犯的原因 會是說 也許你去找一份工作 四處碰壁 然後那個魔鬼就又來了 也許說你找到一份工作 也許像遇到陳老闆這一種人 也許說 我根本不知道 你之前是有犯過罪的 然後你過來 後來發現 娘威 你之前有做過這種事 你馬仔不要來 然後魔鬼就又來了 會是因為這種生活上 求職上的一些挫折 逼得你再寵回去那些環境 你所認識的 可能的這些研毒犯 某種程度上 會有 每個人每個人碰到的情況 其實不一樣 但是通常這就是 大家會替自己找出來最好的結果 那怎麼樣真的可以 離開那個環境 陳老闆 怎麼樣 這個東西兩個層面 一個我們政府的決心 少毒的決心 不要關口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關個人 就是陳老闆講 我不要吸 你天晚上你打開 我也不要 這裡面毒品有兩種 你們很明確 一個安維他命 一個是一號 就是打針的 那個改不了 等一下 你打針一打下去 打血管了 你怎麼改 你關著二十年出來 出來他第一件事 不是去見老婆 跟媽媽 他回來找藥頭的 你知道我曾經有個朋友 他關在澎湖 假設關了十幾年回來 澎湖一頭飛機 搭到松山機場 電話一打 結果哪來 結果不好 不假設還好 幫他辦上市 打太多了 死在賓館裡 怎麼改 你關了 他感覺說你關了可以改 關的問題是 有些毒品改不了 改變不了的時候 我們政府單位他的決心在哪裡 這是另外一個層面 我們不知道 重點是自己能不能改 不是一些 我個人接觸的說 從我回來後 就業的過程之中 一直到我自己創業 我遇到的過程 不是別人不要我 別人害怕 會怕你 那這回頭過來的時候 你要這樣怕我 我回頭我自己做 我自己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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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你相信我 我真的在改 這毒品改不了的 不過要像你走這條路 幾乎是很難 甚至是很困難 是不可能 是說 你如果沒有辦法去找到一份 正當的穩定的工作 就會很容易逼得你回到那原本不好的環境 那你如果說想要自己來創業 講實在的 鬼要帶錢 借錢給你 這裡沒個問題出來 正常的人 包括公事 你敢不敢用更生人 你可以叫總經理來 你們人事部門 你敢不敢用更生人 不敢 為什麼 對他不信任 更生人 沒有一個人數字都好的 但每一個人數字都很高的 可是他們要的不多 老闆 我今天沒有帶錢 你明明沒有錢 當然沒有帶錢 借個兩百三百 那正常的公司 就像你們公事 正常 我去快樂部門 我今天沒有帶錢 你借我兩百 你看我會不會借 神經病 那正常的企業 我何必那麼麻煩幹嘛 我請你更生人 我一定到晚找麻煩 我不過就是請一個人 一個月三萬塊 或三萬五 你正正當當做 我付你薪水 回頭回來 回頭過來 政府為什麼 包括更保 為什麼要關心更生人 更生人 本來就跟人家不一樣 是的 所以說他就是因為這些小毛病 羈押成為大毛病 他要的也不多 就是借五百 三百 一千 兩千 你知道我隨時身上 每一天要帶他一萬多塊 我老婆會說 你怎麼帶出去沒有 因為我花花 就是要借給員工 就是擺明要借給員工 但是不能 沒開口 老闆有沒有 我們還不能說有 好 只能跟你借兩百 可以借三百 那因為我們知道他沒錢 為什麼知道他沒錢 因為他還沒來我這邊 上班的時候 他到處在借錢 來我這邊 我希望他安地 我希望把他的小些問題 也把他解決掉 讓他很安安穩穩的工作 為什麼呢 為什麼在我的公司裡 員工不會動 包括現在我們法務部也好 根保也好 在推行這個業務的時候 有了一個阻礙 因為你不了解更生人 我了解 為什麼我了解 我來自共同的地方 我了解他們需要什麼 你們有共同的語言 那在這個問題的字上 我知道他們要什麼 常常有些做些事情 稍微離譜 我說你差不多了 不能再這樣子了 再下去就 我就不可以 我可以把他制止 那一般老闆 一般老闆個人不可能接觸 這個 一般領班接觸 你不講還好 一講等一下出去你被打死 你要打你了 不就是這個樣子嗎 不假的很清楚 所以人家不敢用更生人 原因在這個位置 可是現在出現這個問題是 我們就給他個機會 我們更生人不是要同情 就是給我們尊重 是 給我們機會 我們表現給你看 從我們這邊開始 讓所有個人看 我們可以不要讓 造成所有的企業界麻煩 不要 你要忍耐 一下去工作的時候 你又可以用正常的方式 借資 這很重要 瞭解 我告訴你 我真的沒錢 你能不能先借資個一萬五千給我 讓我做個生活費 如果企業體能夠聽到這個的話 我希望你能給他這個機會 不過我必須深說明就是說 陳大哥這一條創業之路 是極少數的成功案例 不過我們來看看 這一匹黑馬 為什麼可以跳脫之前的環境 從前四海幫的堂主 變成幫助很多老人 更生人的企業老闆 這裡是位於基隆大五輪的 向上更生資源回收場 老闆陳馨瑜 每天清晨親自都軍 指派工作項目 陳馨瑜過去是四海幫堂主 五十八歲的他 在獄中度過三十二年 四年前假釋出獄 過去紅花雪月 這邊進來那邊出去 錢很多 隨時可以看到錢 可是從來沒有存到錢 不紮實 那種是一種不真實的生活 新北殯葬處的一個清潔標案 讓他有全新的開始 我簡報都不會做 關了十幾年 我怎麼簡報都會做 我只會用A4的紙 A4 A4的紙去引印 那上面寫 然後發給大家 但是沒有辦法這樣 我只有告訴大家 我是更生人 希望在座的產商 給我機會看看 試試看 因為我真的很需要這份工作 幸運的拿到標案 陳馨瑜努力考證照 拿到衛生教育 廢棄物清除許可證等等五張證照 這個燈網就拆起來 燈網現在一般來講 我們擠了一個燈網 一公斤才一塊錢 它很少 它要收 這也是環保 那燈罩裡面呢 它本身啊 裡面還有這個機器 變壓器 變壓器要另外拆起來 那拆起來另外我們整理 然後再拿出去賣 那這個剩下就是錢 鋁罐一公斤三十二元 保特瓶一公斤六元 陳馨瑜從廢棄物中創造價值 他的公司 包辦二十幾個社區的清潔工作 僱用五十多名員工 多數是工生人 協助他們復歸社會 掃掃地整理整理一下那個大樓什麼的 就比較不會胡思亂想 比較不會像以前說想做壞事走回頭路 昔日一呼百應的江湖大哥 在髒亂不堪的瓶瓶罐罐中 迎回人生下半場 激勵更多更生人重新站起來 記者綜合報導 不過好像你之所以痛改前非的最關鍵 就是你的家人 其實我們不管受刑人也好 回到社會的更生人也好 最大的主因是家人 因為你改變嘛 你必須要有改變的理由跟基礎 除了自己想改外 你就必須為家人去做一些改變 三十幾年愧對家人 因為我們呢 我們這個是自己自找的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自己想到自己也很難過 從等待一直期待到最後失望 一直到最後絕望 絕望之中 你還必須要去等待 他沒得選擇 沒得選擇 那在這過程之中 我們怎麼這麼雷的 慢慢來 經理雷的到現在 到了我這個做了出來的 剛好一個促點 不對 我要改變自己 因為家人 對這個三十多年來 一路走來 對我的支持 是 一路走來 再等待 在這過程之中 讓我們感覺到說 哇 你必須要有所改變 你一定要有所改變 你知道嗎 包括我女兒 從小我沒有跟她生活過 我跟她生活的最殘的時間 是這四年 這四年 是我在 回歸到社會以來 最殘的四年 以前最多一年兩年 好像講個笑話 是社會戒題 馬上就回容了 這一段回來 最久時間 跟我女兒也好 是 相處最久時間 因為我造成他曾經叛逆 曾經種種的一切 那種的內疚 不是說言語可以形容 聖凱你之所以大改 是 也是因為家人嗎 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要從我小時候講起 那時候會做懷事 也是家庭因素的關係 其實在我以前小時候 我們家 我對我們家印象是 其實是一個很幸福美滿的家庭 那時候 但是就在我幼稚園的時候 我媽媽就選擇 離開我們家裡 那從此之後 我們家四個兄弟姐妹 就是過著單親家庭的生活 一直到了國小 然後我爸爸又再婚 然後又多了一個繼母 那這個繼母手邊 又帶著一個大兒子 那後來大家相處之後 那個大哥哥會家暴我們家小孩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對我家裡就覺得 因為小時候印象就知道說 媽媽已經不在這個家了 可是爸爸又再找一個繼母回來 讓這個大兒子來家暴我們 我覺得這個家庭沒有溫暖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開始帶著我弟弟 然後就開始逃學逃家 然後進而認識了 像我這樣一樣的 實情是樣的青少年 就開始為非作歹 學壞做壞事 對啊 然後一直 到了後面 我進出少年官務所 少年監獄 然後到了所謂的少年之家 才改變 對啊 到了少年之家 對 所以是遇到張慶毅 張老師 對 就是遇到張牧師 因為我覺得 要改變有一個轉捩點就是 我們需要陪伴 對啊 OK 也許不是你真正的 親生的原生家庭 但是你也許遇到一個很像導師的人 或是很像你的父親母親 兒子女兒 很像你的家人的人 所以你有了一個希望 你才有辦法痛改前非 我們來看看陳馨宇的故事 其實我們這兩天在說 哇 還有一首歌是在講陳馨宇 老天爺居然 這個是翁立友 那我們也非常感謝豪記唱片 我們今天打電話給豪記唱片說 可不可以 我們今天要談那個陳老闆的故事啊 可不可以讓我們放那個 這個翁立友的KTV 很有趣 如果不是陳馨宇的太太 那時候應該還不是太太 你的故事就真的很有趣 你是跟你的兄弟騎著摩托車 撞到一台公車 你的兄弟撞死了 這整灘邪漏模糊 剛好那一台車上的車長小姐 就是您現在的太太 你看到他 然後也許你還是全身四傷 你的兄弟已經狠死街頭了 你就說你就是我的太太 然後之後就產生了這幾十年的緣分 這幾十年來呢 他的太太每個禮拜 從台北到台南去看他 台南獄所的這些管理員 看他說 人有這麼深的感情 寫了一個首歌 叫做《練練沙倫戰》 很有趣的故事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一個曾經是誤入歧途的人 有那麼的大的力量 把他重新拉回來 叫我問骨仔吹百人 有到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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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阿阿我把心事講未完 或許願有什麼 我恰好,不想看你 有那麼的力量 在乎逃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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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感傷,也真沒力 作弄你,還這麼好 從我未開過天生 為愛攔想,多謂天, Chung 阿威新堂 頭江湖,來自助建您 真的是在講你老婆的故事 因為我們當初 當年我在台南監獄設房的時候 我們現在做這個曲的是一個阿店老師 黃老師 他是我們管理員 每天夜班的時候在我的設房前面巡視 其實我們外面有寫牌子 你是犯什麼罪 犯什麼罪 住呢 他說寫得很清楚 然後我們暫久都認識 他說我的外號就 黑馬 我們聊聊天 他聊天 我們在做兩個人 我們開始聊天 聊天的過程 那我坐在哪裡 我為什麼坐在哪裡 我怎麼樣子去講給他聽 他說我 他本身就是一個寫詞 寫歌的人 那我也不曉得他寫錯了 寫完累以後 他有一天到工廠 那時候我在工藝班 我們台南也叫工藝 專門做工藝 他來找我 我讓你聽一首歌 我說這是不錯 還開玩笑 那我要版權 開玩笑 但是他也這首是他學 是在這種的機緣之下寫出來的 你們台南監獄還人才幾幾 人才幾幾 真的人才幾幾 這是阿典 阿典老師 台南監獄的管理員 對對對 然後作詞作曲 聽說現在已經是在獄所裡面很紅 受刑人必唱的一首歌 可是我再請下主任 那難道社會沒辦法提供剛剛談的家人的這個力量 或者是所謂的社區的力量 讓這些受刑人期滿之後 他可以重返社會嗎 你就必須看到一個非常強大的愛人 老婆啦 也許是父親啦 也許是牧師啦 那政府的角色 政府的角色 因為其實通常 我覺得政府的角色 我覺得不能佔很大的部分 只能說是一個推手 在我看來 我覺得家人還是要扮演很大的角色 如果沒有家人的支持 其實這些人是很容易在走回頭路 是 會很容易遇到挫折的 其實我覺得更生人要成功 除了他自己本身要有那個意願去做改變以外 再來就是家人 家庭的支持 然後再來就是社會 社會如果說一直對他們產生歧視 就會導致他們在工作上 沒有辦法順利 那也不會有穩定按定的工作 我這兩天其實是聽到說 那個有些公司啊 會要人家說 你如果要來找工作可以啊 但是請減負良明證 什麼意思呢 你從來沒有犯過任何的刑事紀錄 你要去警察局申請 然後我們來看看喔 其實這個是 剛剛良明證 其實在所謂的就業服務法裡面 某種程度是違法的 因為這其實是要人家提供隱私資料 所以呢 大部分公司呢 是偷偷地要求 請你提供 他還不敢明文寫 但是這個呢 就是法律規定的 如果你要當證券營業員的話呢 你不可以犯過詐欺背信 而且有判刑 如果你做了這兩件事呢 你就不可以當證券營業員 你想當醫師 藥師 營養師 護理師 你本來是這些的 但你被因淹毒條例 或是麻醉 就是你吸毒啦 吸毒被抓到 而且被判刑的話呢 不好意思 你原本的工作就沒了 你如果是一個很會開刀的醫師 你吸毒被抓去關 以後你就不准再當醫師了 你當建築師呢 因業務相關犯罪呢 判一年以上徒刑 你也不能當建築師 會計師保全呢 就規範不能犯詐欺背信侵占等罪 就是計程車駕駛 如果你犯了殺人搶劫搶奪 強盜恐嚇 可能在座三位大概都不能去啦 計程車駕駛其實是很嚴格的 然後船員呢 只要你有期徒刑 不管你什麼罪 有期徒刑判決確定 那麼你就不能當船員 教育人員呢 犯了性侵相關的罪行呢 判刑確定 或者是說行為不檢 有違失道偽造變造淹滅證據等等的 這些呢就不能當教育人員 其實說實話 有些規定是蠻合理的啦 譬如說你如果是計程車司機 那個人家一個女孩子坐上你的車 大家會怕 那譬如說教育人員 之前有的狼屍條款 可是我再請教一下沈老闆 除了剛剛我們談的那些 直接攸關公共利益的這些職業 對於更生人有職業限制之外 真的歧視很多很多嗎 在這個臺灣生活 有 多到不像話 我自己就親身體驗了嘛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 你為什麼做這個咧 你之前找什麼工作 不是 不是找 我找 還沒進去看你的展相 就知道你是壞人 不知道什麼妹人 只看你展相 我不講話 我坐在那邊 你看哪一個會跟我講話 其實我這個很善良 你知道我成立清潔公司的時候 我從我家 我住幾經三路 一直走到七經一路 那個社區很多 我進去 我拿著我的名片 我對不起 你說我這邊有清潔的話 給我個機會 好好好 那你以前做什麼 我說我以前是更生人 我是更生人 這樣子喔 好了沒事 再間不聯絡 怎麼不聯絡 根本的理都不理你 你知道嗎 很沮喪 但你回頭頭 你可以告訴他 從現在開始 你的社區我接管 你給我滾出去 你知道嗎 我有這個衝動 可是我沒有 可是我自己還要想忍耐 忍耐 這一路出來 我必須要忍耐 所以到最後的時候 我所以說 我對第一件標案 對第一件 新北市政府 這個兵葬管理處的第一件標案 一百零三年 你都標下這樣 看得很珍惜 為什麼他給了我的機會 就是現在這個 這個 板橋殯儀館 現在這個館長 郭老師 他以前剛好是一個 教課師 碰到我 來 你快快 他還幫我 如果沒有碰到他 我還真標不下 我就不會 你除了你太太之外 你其實也跟聖凱一樣 遇到那個貴人 老師啊 就是很重要 那個貴人 我去領標案的時候 人家更不理你 我還不會寫標案 承認那你會 有非常深刻 被歧視的經驗嗎 其實我有一次在 我開始做這份工作 好像前兩月的時候 我有一次在社區 因為我本身是做 我的業務是回收嘛 剛好有一天在一個社區 我在做回收的時候 有一個住戶 一個阿姨走過來的時候 弟弟聽說 你們公司都是更生人喔 他其實當時那位阿姨 他在問這句話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從他的語氣 他的語調 他的眼神 他就頭斜斜的 眼睛斜斜的這樣看著你 你就可以感受說 他想問什麼 我就說坦白對 我們這間公司就是 我們老闆是更生人 我也是更生人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這份工作 他說是喔 你們都是更生人 他頭歪了就走 其實他沒有說什麼 但是我們我們心裡面 就會覺得說蠻難受的 就是那種眼神也好 語調也好 你就會覺得說 我們好像 我們雖然是更生人 但是我現在很認真 在做這份工作 但是你為什麼要這麼怕我呢 我心裡面尚未這樣感覺 另外一方面就是 那種不經意的語調 就會讓我覺得說 你好像心裡面 是不是看不起我們這種人 是 聖凱你有這樣感覺嗎 你應該不會吧 你一天到晚在唱歌 都是下面粉絲在那邊尖叫的 沒有 其實那時候 我要講的就是 我其實那時候我們大改樂團 在曹創的時期 其實也是不被大家看好了 因為他們大家 大概我們出去樂團出去表演 我們都會在臺上講說 我們這些臺上都是一些更生少年 曾經都犯過錯 那時候剛開始我們是 就是其實大家都有刻板印象 但是那時候我們就一路走來 慢慢大家互相彼此陪伴 然後改變給別人看 越是被曝光 就是越是被檢視 我們就是要做給大家看說 我們就是改變了 如果你們來檢視我們沒關係 我們攤開來給你看 我們就是改變 是 我覺得要完全不被他們歧視 我們這些更生人 我覺得不可能完全 只是我們要做好我們自己給人家看 對啊 不過某種程度 我們剛剛拿那個法務部的數據 那麼高比例的再犯 他其實也象徵著社會把這個問題 無限制的一直踢過來 踢過去 踢過來 踢過去 踢到最後這些問題越來越大 如果你幫助一個更生人 你就是少掉一個社會 可能爆發的一個問題 我們來看看幾個年輕人 年少的時候做了錯事 但是呢 當他們出了 重新回到社會的時候 用音樂組的一個樂團 對他們造成什麼樣的改變 沒有東西吃怎麼辦去偷 要錢怎麼辦去搶 就開始雜電 去偷人家摩托車 就是在外面一直過這樣的生活 我很恨我母親 為什麼要拋棄我 你要拋棄我 你不要把我們尖叫 每一個犯錯的孩子 都有一個家庭故事 如果有一些孩子 失心失養 那就不會馬上 讓他們到監獄 就會來到少女之家 我從九十年一直到現在 一直堅持到現在 張記憶牧師 過去是手下有百名小弟的 黑道大哥 吸毒販毒 進出監鎖家常便飯 他生命改變 帶著少年之家的孩子 成立大改樂團 經常進入監獄演出 鼓勵受刑人走出荒唐 但是大家都說我們一定改不掉 我們就是壞孩子 但是我想站出來告訴各位 我們改變 相信我們可以 有個手指你們可以 曾經迷失方向 大改樂團團員 如今大大改變 珍惜現在的踏實 他們自己架設舞台 燈光音響繼續發片 鼓勵更多迷航的孩子 回到生命常軌 記者綜合報導 這本書呢 就是剛剛在新聞裡面 看到那位牧師 也就是改變大改團員的 那個很重要的精神領袖 導師 張敬益 張老師張牧師 他們出的一本書 叫做夏流青春 很多人喜歡看人生勝利主的故事 出生豪門啊 然後從小一路優秀啦 念建宗台大哈佛等等的 但別人的青春儘管夏流 他也是青春 但青春過後 有沒有辦法融入這個社會 再談談你們遇到的這些改變 對你們的意義 跟對別人的意義是什麼 好不好 那個差別在哪裡 我覺得就是因為我們曾經 都有一段不堪的歲月 雖然我自己還年輕 可是我覺得 因為我改變過來 我能有一個機會 因為以前我們都是受幫助的 但是我們現在有機會 我們樂團能夠站在臺上 去分享我們的生命經歷 鼓勵這些更生人 因為我們其實沒有不同 只是我們能有一個機會站出來 我們就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可以改變 其實大家都可以改變 然後也希望大家對我們說 不要再那麼有那麼多刻板印象 只是覺得說我們也是需要被接納的 其實我們並不壞 不過我也許談一談在關鍵的時候 誰可以幫他們拉他們一把 在關鍵的時候 聖凱聖豪 因為張經益牧師 拉了你們一把 在陳恩關鍵的時候 陳老闆拉了你一把 我們來看看這些人 其實我們先看看上一章 這些人其實遇到很多很多問題 但是呢其實並沒有被拉一把 那沒有被拉一把的結果 當然可想而知 今年六月的時候呢 高鐵說呢要限制包商員工 要完全沒有任何罪行紀錄或不良前科 高雄市政府說 就業服務法儘管說沒有這樣規定 可是呢這個規定雖然不合理 但是不違法 所以其實限制著很多更生人的救援機會 二十歲的阿易呢十六歲 因為做錯事 被少年保護管束兩年八個月 他想去從軍海軍陸戰隊 結果國防部你還在緩刑 不能去 等他緩刑結束 他就沒有資格再去考了 再來呢去年四月的時候 宜蘭說選出一個模範勞工 可是說我已經選你當模範勞工了 拜託你良名證給我看看 結果過去如果有受有期徒刑的話 就要註銷資格 那宜蘭縣勞工處說 這中央的規定沒辦法 良名證要不要廢除 到時候再討論 然後呢桃園中立一家食品店呢 爭彩的時候講講說 更生人你就是不准來的 老闆說不是我不給你機會 我以前也給你機會阿 我也知道陳老闆這樣給他機會很重要 可是過去的員工一再發生 偷竊侵占被騙到怕了 我們來看看啦 這個是現實 那政府做了什麼事 政府現在呢其實大部分就是說 那讓更生人保護協會來做啦 那其實更保不是政府組織 他是民間組織 所以民間呢去幫政府做 政府該做的事 我們來看看更生人的服務 是說安置處所協助技能檢定 輔導就業 然後呢也有家庭支持方案 對象就是說你即將出了監獄的呢 這些人呢去幫助你 輔導你 我再請教一下陳老闆 到底政府做哪些事 對你們真的有幫助 這麼是 最壞的就是何准我假設回家 何准我假設回家 這個是唯一做到的一件事 我如果今天蔡主任在這邊 蔡主任沒有借我四十萬 政府管你是誰啊 是他借你四十萬 隔保借我四十萬啊 看我主任手上啊 不然呢誰借我 我告訴你 我當初只想買哨把笨斗 沒有想到到最後我要買一台車 一台車三四百萬 我跟誰借錢 沒有人願意借錢給我啊 你知道嗎 真的很苦啊 你知道我身材車沒有半毛錢 可是怎麼辦 你要用工作去表現 你知道我我曾經遇過一些真實故事 我找不到人家借錢 我自己帶的資料 自己帶的資料 我也不懂 我到了這個臺灣汽營 金融分行 金融分行 分行臺灣汽營 金融分行 我直接上去找那個陳經理 他還叫什麼陳賢明 陳經理 我說我要貸款 他看到我一樣 少爺你貸什麼款 我把我的資料給他 我說請你幫我忙 我現在業務正在發展 但是我真的借不到錢 親戚朋友都不借給我 他說好你等我 他帶著副理 鄉理 承辦人員 開著車子跟我走 從我從從我早上開始工作 一直到結束 一直到回收場 陳先生不用擔心 我支持你 你明天來辦手續 你知道嗎 沒有任何的擔保 先借我了三百五十萬 三百五十萬對我來講 現階段來講是天掉下來的 以前你如同講的 我哪個東西壓在上面 三千五百萬就拿過來了 不就是這樣子 我內心很感動 我內心在戰斗 在我沒有任何的擔保之下 只看到我從頭至尾的作業 我的我的車輛 我的回收場 我的員工 好無猶豫 他的企劃案幫我寫 臺灣棄銀 金融分寒的陳先生 陳先生的陳經理 他就借我錢 你說我要不要感謝他 這又是你第二個貴人 真的啊 第一筆錢四十萬 蔡主任 我找不到保人 我認識的都是更生人 我哪來的正常人 你告訴我 要不要正常人 就是就是剛才阿典那種 那個那個管理員 那個還有認識誰 我們認識嗎 我們也不認識 我們是最近才認識的 對啊 所以能夠幫我做保 一聽到做保別人就會怕 主任我請教 那更生會或者是政府 還能給什麼協助 因為很顯然更生人好像沒有明顯感受到政府的協助 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 我們都要先了解說更生人 他到底需要我們幫助的部分 是什麼 對 我們才可以依他的需求 來提供相關的協助 譬如呢 譬如說貸款的部分 其實我們每一個出來的更生人 如果他要創業 跟保會都可以帶給他一筆小的貸款 最高可以帶到四十萬元 那這四十萬元 他可能必須要提供人保或防保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樣的設定呢 是因為我們的貸款 是一筆固定循環的基金 那如果借給這個更生人 他沒有還款 後續的更生人要再借錢 可能就沒有沒有錢可以借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再幫後面的更生人 來做創業 所以問題還是卡在社會的接受度嗎 還是因為政府的一些 剛剛我們談的法律的限制 以及輔導機制的不足 我是覺得更生人的部分 其實對於像要創業 不要說是我今天想創業 我就創業 我覺得要做一個適當的評估說 我對於這個事業 這個生意 我是不是有一定的了解了 是 那如果我還不是很了解 很熟悉的話 我們會比較建議說 先從事相關的行業來試試看 先了解市場的狀況 那如果很貿然的去從事創業的部分 我們很怕他們因為創業不順利 又在跌倒 所以在於評估的方面 核待的方面 我們會稍微比較神聖的 以上節目 可在公視網站 家妻服務影音網 隨選觀看七天 好節目不錯過 公視家妻讓精采繼續 精誠所至是哪個至 請作答 百步穿羊是哪個羊 請作答 我剛剛最後一題放空了 放空 我很容易放空 我知道 你整個人淡機了 對 我淡機 我被影響的淡機 被題目嚇到 一字千金帶您領略中華文字之美 海底的傳說 驚豚的真實生活 和某鄉金面對面的接觸 跟他們一同潛水 細細聽著他們的聲音 跟隨著他們的智慧與生活 某鄉金和某鄉金